第六卦 义卦 义卦的第一成道理 根源义 孔子说 义得之欲远 义诗是寄人利物 是天德的充裕饱满 第四十二卦 风雷义卦 讲到 笋卦是减去 也就是缺失 减略 节省 不足 义卦是讲满足 增加 风盈 附厚 知道笋卦会有缺欠 一定要均匀 就减损自己来追求均平 知道义卦有满盈的兴盛 就要警戒致满 来保持安和 因此 准益的道理 是圣人指示所有人 安定经济 调和生活的大原则 虽然固守性命道德 失心欲望 还没有处境 必须要做到 成分治愈的内圣功夫 虽然冻时醒茶 净时存养很严谨 可是天理还没有很纯粹 必须要做到博师济重的外王事业 来充裕天德 然后可以处困境而自在亨通 利益上位叫做笋 利益下名叫做义 笋的根本在义 义的招贤在利 利是道义的总和 有一个人没得到利益 就不是真正的利益 失心利益就是伤害 要完成礼乐综合 才能大力天下 所以 义卦是德行的宽大充裕 做到损容易 做到义卦很难 损卦是情势逼迫 义卦是自愿奉献 义卦是明百天道 不能化难为义 只有圣人才做得到利益天下 治理世界要这么做 治理家庭也要这么做 理财要这么做 积德行善也要这么做 扩大充实来说 内圣外王的要领 完全包含在损义两卦的大用当中了 义卦的第二层道理 实践义 孔子说 义常欲而不赦 义施是振兴一切 利益万物 没有限量 上古讲 利用以后生 这是效法义卦 作用在利益民生 损卦的利益有限 义卦的利益没有限量 损卦的利益是远离后害 义卦的利益是 长久振兴一切利益 不用刻意的设施 没有特别的建设 所以说 义常欲而不赦 宗主服佑帝君说 对上面有义的就是损 对上方有损的就是义 那么损卦在于局势的逼迫 而义卦就在德性的招险 所以 远离伤害是损卦的宗旨 兴花利益是义卦的宗旨 最简单又最明白的 所以 损卦的损下而义上 是不得不损 义卦的损上而义下 是不可以不损 损卦从行动来说 义卦从德性来说 作用是很相近的 圣人 顺时播种谷物 利用以后生 利益民生来完成束护教 所以 义卦兴利的功德 没有穷尽 义卦的第三层道理 完成义 宗主说 义以兴利 义失事 随顺天时天道 运转天德天心 可以兴花无限的利益 损益有五成消息 第一 损益互相推移 满盈虚欠 互相生成 第二 损益盈虚 随顺天时运行 第三 天地的长道 没有空虚 不会回归满盈 第四 阴阳的能量 没有下降 就没有生阳 第五 先削减 然后生息 一切的生育 就会有成就 宗主佛佑帝君说 损益有四成作用 第一 可以节制调和天地的实令 第二 可以主导引领人物的性情 第三 可以穷尽天下道化的机制 第四 可以立定天下的终极 所以 损益都是吉祥的卦 因为有平均的作用 有其一的功德 虽然上下有不同 而和平是一致的 上书说 满朝损千受益 从天到的时运就可以证明 损益的道理 因为太满了一定会损失 虚劝不足的反而会受益 减损满盈而补不足 这就是天道 消息盈虚的道理 结场补短的功德 就可以达到公平 达到公平 就可以同化进入大同 这是太平盛世 首先要做到的事 所以 人世能顺天和道 开悟成悟 通天下之志 定天下之业 断天下之仪 就可以兴发无限的利益